男孩沉迷肥宅快乐水 从来不吃健康食物 没想到竟因此救了自己一命 几天前 一群身穿防护服的可疑人士 趁着夜色在小镇喷洒神秘药水 不料这种液体竟含致命毒素 迅速污染了地下水 在不知不觉间 进入小镇所有居民家中 而这个男人只是用水简单漱口 毒素就通过口腔粘膜 直接入侵到大脑 很快他发现自己的牙齿变成绿色 体内也涌起一股特别的冲动 恰巧妻子的声音突然响起 他循着声音闯进浴室 一口咬断了妻子的脖子 妻子也因此感染病毒 就这样危机在小镇 无声地扩散开来 另一边 男孩小胖正享受寒假 却发现母亲似乎有些不对劲 起初他以为母亲只是有些疲惫 可到了夜里 母亲竟突然发狂 他害怕地跑到屋外 追逐中 母亲被一辆车撞断了腿 警察急忙下车 警告小胖离母亲远一些 因为小镇上许多居民都发生了变异 醉魁祸首就是家中的自来水 小胖这才想起 母亲每天都有榨蔬菜汁的习惯 而自己从来只喝饮料 妹妹由于年纪小 也是用专门的瓶装水冲调奶粉 所以现在家中 只剩下年幼的兄妹俩相依为命 就在这时 更多的丧尸从街角跑来 小胖急忙把母亲拖回家 锁好房屋所有大门后 转头却看见母亲挣扎着 想要扑向年幼的妹妹 为了妹妹的安全 小胖不得不把母亲关进浴室 此刻几枚导弹呼吸而来 爆炸声在小镇边缘响起 看来外界已经知晓丧尸危机的发生 但他们并不打算 营救这里可能幸存的居民 而是选择用毁灭性打击 直接隔绝已经遭到污染的区域 靠着现有的物资 小胖带着妹妹勉强撑过了两天 但这始终不是长久之际 殊不知 母亲一直在浴室中 凭借漏水的花洒补充变异能量 小胖开门查看母亲的情况 完全没有注意到 妹妹也在身后跟了进来 她刚要转身离去 身后的低偶引起她的注意 看到已经完全丧失人性的母亲 小胖打算先把她从妹妹身边引开 不料 途中母亲不小心碰掉了桌腿 电视机从上面砸下 意外将母亲彻底送走 可小胖来不及难过 现在她必须照顾好妹妹 于是她决定要离开房屋 带着妹妹到外面去另寻出路 只是喝了口河污水 大妈就眼泛绿光迅速变异 追逐活物疯狂啃食 短短两日 丧失病毒就通过地下水源 完全覆盖了整个小镇 事到如今 幸存者寥寥无几 只不过事发突然 居民家中都没有足够的物资 因此 小胖决定出去碰碰运气 她把梯子架在门口 从门廊上方的玻璃 观察外面丧失的情况 奇怪的是 此刻围在外面的丧失 竟都已动不动 回想昨晚的情形 小胖意识到 声音是驱使丧失行动的关键 于是 她不得不牺牲家里的猫 等猫咪成功引走丧失 小胖立即带着妹妹跑出去 她一路狂奔到小镇最大的超市 奔跑声吸引了不少丧失未遂 正当她苦于该如何进入超市时 一只手从身后出现 将她从后门拽了进去 没想到 是那晚的巡警老头躲藏再次 超市里的物资 足够他们在这躲上一年 可老头却不打算这样做 因为他的女儿也不省中招 并且既然是水源出了问题 那么小镇唯一的化工厂 就成了最大的嫌疑对象 所以老头打算去那里调查 看有没有办法能救回女儿 第二天 小胖带着妹妹和老头一起前往化工厂 变成丧失的女儿 也被带上铁龙同行 不料刚到达目的地 女儿就被什么东西吸引 不受控制的向前狂奔 然后一头扎进污水处理池 突面而来的刺离气味 意味着这里的污染浓度 要比外面还要高得多 而水中的污染物质 会让丧失产生意外性 为了救回女儿 老头也顾不得危险 直接跳入污水池中 没想到水下竟还有一只丧失隐藏 见状 小胖主动跑路将丧失引开 老头趁机拉女儿上岸 结果 他不敢相信 污水竟还有如此强大的腐蚀力 他费尽心思救出女儿离开 外面的丧失听见声音迅速回头 好在女儿还在昏迷 而他的气味 也成功让丧失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人 如今已经找到污染的源头 接下来老头要去找罪魁祸首报仇 化工厂是小镇首富的产业 所以他坚信 首富家里会有化解病毒的解药 与此同时 两位不速之客抵达小镇 他们携带精良的装备 根据外界政府的指示 专门到此处理这场丧失危机 为了能在冰天雪地打伤高尔夫 资本家竟派人给草地染色 殊不知 这种催化药水带有放射元素 仅需一晚 药水就彻底渗入地下 污染了全镇的水源 丧失危机在全镇爆发 现在也就只剩下小胖三人 穿梭在丧失群中苦苦寻求生路 他们来到首富家 希望能在这儿找到丧失病毒的解药 老头把丧失女儿关进小回屋 小胖也将妹妹安置在相对安全的角落 随后 两人结伴在别墅探查 他们发现 首富家的狗感染病毒后 已经浑身长满苔藓 奄奄一息 想到女儿也将变成这样 老头不由得一阵难过 由于别墅太大 两人决定分头行动 小胖先去确认妹妹的安全 不料妹妹却不见踪影 另一边 老头来到地下室 竟意外看到这里布满了炸药 原来之前抵达小镇的两名特工 并不是为了救援幸存者 他们的任务是消灭小镇全部生物 再用已经研发出的药剂 恢复小镇生态环境 来彻底断绝此次丧失病毒污染 而首富家的炸药 也是他们用来销毁证据的手段 就在这时 老头的身体也出现异样 之前从污水池救出女儿 他也不可避免地抢了几口污水 现在病毒发作 感觉到自己即将变为丧失 老头强撑着最后的理智 扯断了炸弹计时期的电线 不远处 特工没见到预想中的爆炸 转身回到别墅中查看 他们在小胖之前 发现了来厨房找食物的妹妹 特工小心翼翼凑过去 确认只是个普通婴儿后 他竟拿出病毒药丸 捧骗妹妹吃下 这样他就有正当理由进行清除 特工前脚刚走 小胖就找了过来 说话的声音 惊动了尚未走远的特工 两人再次折返控制住小胖 想要强迫他也吃下药丸 紧急关头 已经变为丧尸的妹妹 咬断其中一位特工的手指 后面丧尸老头也突然出现 向幸存特工发起攻击 躲避中 小胖无意踩到一颗白球 正是病毒的解药 解药瞬间误化 关入妹妹鼻腔 最终妹妹成功恢复正常 小胖走出别墅 看见大批军队已经进入小镇 开始对这里进行无差别清除 他慌忙带着妹妹避开 登上了其他幸存者的小船 突然他发现老头女儿的断臂 还在自己这儿 他随手把断臂扔入河流 成为了一条鱼的晚餐 这条鱼将随着河流 将腹中的病毒传播更远 或许更大的危机 已经在暗中潜伏到所有人身边